手机版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因为你现在发布的是网页 网页版到时候人家看到的情形是什么 这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可是现在你可能 针对你现在的内容 你可能要稍微去做一个调整 因为你可能会发布成手机版 既然发布成手机版的话 我们在这个检视表这边 它有提动一个手机配置 所以我也建议你们先调整一下 就是说整页模式这我想没有问题 就是到时候它整个发布的时候 你的电脑 因为我们的电脑画面还蛮大的 所以我想预设是调整成电脑的画面 这没问题 但是事实上有时候 我们会希望发布成一个什么 发布成一个手机能够看到的情形 所以这个时候 例如说假设我希望别人先看到这一个 这个内容 然后大小多大 稍微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那这种图 这种图太扁不好看 所以建议各位应该把它稍微放长一点 那手机啊 手机是不是可以上下滑动 手机不太适合左右滑动 所以我们调整上下 然后接下来呢 第二个 对不起 因为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筛选放在最上面 筛选放在最上面的一个好处呢 是帮助让别人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条件的设定 条件的设定 就是前面两个是让别人来去设定这个条件 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我们再去设定什么 设定就是1到12月 第三个就直接放地图 那地图原则上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是这样子放 这样来去放 就是以大小来看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那下面因为我已经没有仕途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直接关掉 那你会说 我还有别章啊 别章对不对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 别章又是另外一个画面了 所以我只是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很单纯的一样的做法 把这张图放在这里面 但是你会发现 预设反正它这边以格子的大小来去调整 格子的大小 所以如果说假设你今天刻意放到这个地方 它也会自动帮你调整 以符合至少的一个高度跟宽度为原则 接下来就是这一张放在这里面 然后一样调整大小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个高低的设定 高低的设定应该要在原本的这个里面 不是手机配置里面哦 是在什么里面来去调整 Power BI 好 假设我们现在我已经做好了这个画面 我现在是不是做好了这两个画面 都是手机呈现时所看到的画面 好了 那请问我怎么回去 刚刚帮那个Power BI 我怎么回去 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边 这边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什么 这个无标题吗 对不对 好 这个我先把它关掉 好 我现在只有一个画面 反正就这套软体 我刚刚是不是点了检视表里面的这个桌面配置 对不对 好 所以再点一下又回来了 因为这套软体的一个逻辑性哦 你应该怎么讲呢 就是你应该已经很习惯才对 我想因为大家已经很习惯微软的想法 点一下是开码 再点一下就是关 这个想法 例如说刚刚检视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手机配置 手机配置 点一下 那当你现在只能看到这个检视表底下的手机配置的时候 到时候你可能 要习惯这样子一个切换模式 就好像PowerPoint里面 是不是一个母片的设定 你应该也蛮习惯那个新版本就是 怎么样去打开母片检视 就是怎么样关掉母片检视 好 不晓得各位 可不可以大概理解这边的一个设定 好了 那我就要请你们稍微知道 我刚怎么设定这个手机配置的哦 所以请你们先设定好手机配置 这跟我们的八部都是有关系的